原住民不是乞丐 身为原住民的代义士 我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土地正义 还有尊严 大家好 我是高金素美吉娃萨利 先谢谢韩院长 愿意在10月4号召集各党团参序 让大家可以坐下来正式的 专业的 有尊严的 对行政院 没有依法编组 原民禁法补偿土地正义的问题 提出来讨论 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上个会期 禁法补偿 在内政和经济两个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都支持民进党立委吴立华 以及全英 还有国民党卢宪一委员 所提出的 每公顷六万元的提案 作为招委的我 我当然也是同意的 因此这个提案 在送朝野协商的时候 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的三长都签字了 我们也依程序等了一个月 才进行大院表决的 6月4号 柯总召有意见 韩院长也再一次非常有耐心的召开协商 并请原民会把握时间跟原民立委沟通 当时原民会并没有和委员们沟通 最后民进党党团也同意用 一公顷六万块的提案来表决 因此表决之后 多数决通过了 禁法补偿从原来的一公顷三万块 增加到一公顷六万块 所以下一个年度 也就是114年 应该要编列的禁法补偿预算 按照面积就必须要编至少42亿 但目前原民会只编列了28亿 还不足14亿 这下提案6月4号通过了 6月24号总统也公告了 这表示行政院你们就必须要依法编列 今天我要说的是原住民不是乞丐 身为原住民的代义士 我必须要捍卫我们的土地正义还有尊严 更何况台湾如果是民族法治的国家 要政府守法有什么错 如果我们不坚持 这是不是也表示 人民百姓也可以不守法 这样下去我们要如何告诉下一代 台湾必须守法呢 非常感谢国民党团 以及民众党团 捍卫立法委员的立法权 顶住了民进党的恶意谎言 还有彻意的攻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